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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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刘成吴讲的 好像是刘云是妖魔一样 刘成吴检查官我是想告诉你 我是拍的 法官应该要通膳讨量性工作者的处计 在没有合法的工作性教育工作地点之前 不应该对性工作者个体户的成人性教育广告行为入访 所以法官应该要判这一次儿杀29条的受害者Miko是无罪才对 留着服务检查官讲对应 真其事参计 真其事参计 隔壁现场落实性教育和套望 留音Miko无罪 留音Miko无罪 違法的是柯文长 違法的是柯文长 去年10月的时候 Miko留音是在网路上抗登 泰国欲为名 打一个成人性教育的广告 结果却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台北昆明所的警员 网路钓鱼 面对没有合法的空间 可以进行成人性教育的状况下 导致 所导致的压迫 而不是我们是犯罪人 但是 刘城府检查官 在第二次的准备庭的时候 他对Miko说 网路广告是社会危险性 严格来说是危险犯 我们的这些姐妹们 不痛不抢 一风一脑都是靠劳力 凭什么说我们是危险犯 你有种就讲清楚 你叫我认罪说 菩萨是慈悲的 他会用慈悲的心肠队伍 我只想跟刘检察官讲 菩萨的慈悲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坏命 我绝对不是坏人 明天才要开店 如果说你真的是有正义之心的话 我希望你看清楚 性交易是合法化的 这是有法律根源的 只不过是我们的事故 柯P 你完全没有落实性交易合法化 2009年 我跟刘城武曾经在公司 有一场辩论 他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踩在我们性工作者的尸体 一路高深的检察官 他一路二十年就打压 打压到公餐抗争 1997年的时候 也是站在反餐 反对餐纪的立场 一路是批评我们公餐 刘城武这个警察官 他怎么会是完全没有看到我们穷人 需要卖奶为生的需求 我们做Miko跟刘城武 都警察官都是很疼小孩的 刘城武的女儿曾经是想要当明星 所以这个爸爸刘检官 他还花了60万的KTV的费用 让这个女儿练习当歌手 那我们Miko呢 他30年重仓 30年重仓之间 有机会让父母可以接受治疗 并且一路养了两个女儿 3月9号第二次的准备庭的时候 刘城武还讲了一句话 刘城武对着留言Miko说 如果我们Miko认罪的话 那他可以要求光复人 可以给一个机会 让Miko学习一个正确的性观念 给他成长的机会 我们根本就是觉得很荒谬 刘城武简单的话 你根本就感不清楚 仓妓的意义在哪里 仓妓是性的专家 他才不是是 你需要来教育我们的 你没有这种资格 其实他就是要维护家庭跟婚姻 那这件事情 它是个人的价值 我可以接受 但为什么他使用在 这个检察官的位置上 用他的权利来 所执行他的个人的价值 我们认为是 这个根本就是 你过度使用了你的权利 明天办的程序庭之后 应该就是会进入辩论的程序庭 我们Miko也是打算 明天在法院上 一样是跟第二次的准备程序庭 一样不认罪 Miko会不认罪 是因为认为 这个性交易的政策问题 该最负最大的责任 根本是柯文哲台北市的市长 而不是是底层的流音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也不愿意 帮柯文哲助长的 这些政府机关 很用网路钓鱼的这种方式 这种歪风的这种结构 根本就是体制逼人 要天天违法